緣起無苦其滅道 那我們說到 緣起跟苦似帝 是一樣的 緣起就是似帝 似帝就是緣起 它都是佛教 在講從染到淨 就是雜染到清淨的一個因果關係 只是似帝 是染進因果恆的說明 緣起就是比較概說 緣起是比較詳細 術的說明 因為以前我們學習佛法的時候 我們從那些旧的觀念裡面 會讀到聲文 正似帝 辟知佛 見緣起 那麼辟知佛比較利根 好像見緣起的智慧比較利 見似帝的智慧比較對 好像會有這種觀念 而且好像正似帝跟緣起不太一樣 其實似帝就是緣起 緣起就是似帝 這個在經文裡面也有講 我們先理解一下 就是說 世帝跟緣起的一種關係 我們先了解這些名項 然後再來講 為什麼沒有緣起沒有世帝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是放到最後無所得 就是從前面開始 那麼從這裡 五運 十二處 十八戒 運處戒 然後緣起四地 到最後無知無德 以無所得 就總說前面的 那麼這個是牽涉到所謂法空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觀念就是 般若經在處理的問題 般若經是初期大勝 初期大勝 我們說一個思想 或者一種觀念會出來 主要它是要釐清 要糾正 要引導 那麼因為過去的觀念也許 不真實 我們叫做不如實 不究竟 不正確 那麼不圓滿 不徹底 不真實 不徹底 不究竟 不圓滿 所以必須要出來說明 說真實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 徹底是什麼 怎麼樣才圓滿 舉個例 比如說 佛為什麼會出現在世間 我們在阿含經裡面看到的就是 佛為什麼出現在世間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有苦 有苦就出現在世間嗎 大家都知道有苦啊 因為大家不知道 有一些人不知道 世間是苦的 那麼他認為世間有苦有樂 甚至有一些世間是樂的 你升到飯天他就永遠享樂啊 他認為有樂的 但是 這種 這樣的看法叫做不如實 沒有事實 不是真實 所以他必須來跟他說清楚 好 世間是苦 為什麼是苦 因為無常 因為 即使你看起來暫時失樂 但是未來究竟是苦 甚至認為這些苦樂 都不是事實 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麼所以世間也雖然是苦 他也是暫時的 沒有 你會一直淪為 一直受苦 如果你沒有解決他的話 那麼這種觀念在當時沒有 所以佛才出現在世間來說明 世間是苦 為什麼 就是不如實之嘛 就不真實嘛 就是你所知的不真實 不是事實 所以他必須來說明 跟他說明什麼才是事實 好 那如果像當時六四外道 或是當時的沙門波羅門 他也有在禮苦啊 他也有持戒 也有修訂啊 也有學習廢陀經典啊 他也有戒定位啊 但是 你雖然持戒 但是有一些戒是沒有意義的 然後就是 他是用方法 因為他也要禮苦啊 那麼這些苦 你雖然要禮苦 你雖然要禮苦 但是 你所禮的苦 不究竟 就是 你用的方法 不圓滿 你所得的 就是你所禮的苦不徹底 你所得的禁戒 不究竟 比如說他正道非想非非想 他就認為是涅槃啊 他要禮苦 他認為是神降給他的 所以他祈求神 讓神讓他禮苦 他要除罪 他在恒河裡面 認為就能夠把罪除掉了 他要祈福 他祈求犯天神 賜給他福 他要得功德 他持什麼咒 他得到什麼功德 那麼種種的這些方法 不正確 不如實 不究竟 不徹底 不圓滿 所以佛才出現世間 講了什麼 苦疾滅道 才是這樣子的 那既然佛已經在講了 那波羅經又來講這些做什麼呢 為什麼要有波羅經呢 因為 我們就說波羅經在處理 這個一開始我們就講 波羅經阿涵經在處理的問題 就是當時 當時社會 印度的社會 那些修行團體主要分成兩大類 沙門跟婆羅門 沙門就是六四外道 婆羅門就是婆羅門教 這是兩大修行團體 他們的觀念 我們說過 不如實 不真實 不正確 不圓滿 不究竟 不徹底 他們也修定 也持見 他修到飛翔飛翔 他就認為是涅槃 那麼 持苦行 覺得越近 苦就近 那麼他也知道苦 他也要離苦 但是方法可能不究竟 那麼離的苦可能不究竟 用的方法可能不究竟 就是離的煩惱不徹底 不究竟 所以佛出現事件來告訴大家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正確的 其實佛陀時代 那個思想非常的紛亂 這個跟孔子時代一樣的 諸子百家 那麼各個學說 那麼中國叫做諸子百家 印度叫做九十六種外道 那麼其實都是形容很多的意思 各樣各樣的思想 其實我們現在的佛教 單單台灣的佛教就好了 一樣是九十六種外道 諸子百家 非常多的方法 那麼 那這一些有一些 我們認為是佛法的 正確的其實都是不正確 不如實 或是說他不究竟 那你把方便當究竟 那麼這一些 我們 這是我們現在 那在當時 波羅經就是 初起大盛那個時代 是因為有一些人學習佛法 那麼他有一種觀念 就是法有自信的概念 等一下我們講到 後面就是 以無所得故 就前面這些無 其實他就提起幾點 重點都在這裡而已 五運 十二處 十八戒 叫做運處戒 然後 延起 四地 這個是佛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理則 然後 這個都是有違法 或是有落法 然後到無違法 無落法 智跟德 那麼這一些是當時 當時學習佛法的人 對佛法的一些概念 他認為 尤其是 不怕 說一切有不 那麼他講三事實有 法體很蠢 那麼講這個法有自信的概念 那麼 初級大聖的 波羅經的這一些 這一些人 他認為 你這樣的說法違背佛說 這個我們在大制度裡面常常可以看到 這些阿彼壇人 這些聲文人 其實聲文跟布派不太一樣 聲文是佛陀時代聽佛說法 那些都叫做聲文 舍利佛目見都叫做聲文 但是布派的聲文 他不是解脫者 不是阿羅漢 他所認為的道理 從波羅經的角度 從龍樹的角度來看 不究竟不徹底 不真實 不圓滿 所以他必須要來跟他說清楚 講清楚 講明白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新經是 新經是 因為波羅經還有分初期跟後期 波羅經是 新經是波羅經的濃縮版 有一點像是 據舍論是這些 部派學說的濃縮版一樣 就是概論 所以他舉出的都是 舉出的都是一些 就是主要的問題 好 那 波羅經在處理 主要是法空的概念 那法空就是 一切法 其實是無自信的 所以後面 就是以無所得 就是 這些都是法 你看到了這些都是法 五運十二出十八戒 緣起 苦極滅道 我們後面再來講 因為 苦極滅道 如果從阿蘭君來講 它是一種理責 但是從部派 學派的觀念裡面來說 苦 有一個苦法 這個我們講苦就是苦受啊 對不對 苦受熱受是一種新手法 對不對 但是從部派的觀念來看 受一切有不的 但其他的部派大部分也都是這樣 他就認為法 即使現在南傳的 他自稱南傳上座部的也一樣 他認為苦不是一種苦受 苦受是苦受 苦法是苦法 苦法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法 類似像這樣 苦地 極地 滅地 道地 它都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法 所以才有四第十六形象 你才有見到這個苦地 見到這個真實 這個無常苦 空無我 就四第十六形象 那麼極 因嚴生出 因極生出 苦其滅道都有 都有它的形象 那麼這個就是法有的概念 那麼從般若經 或從龍術的概念裡面來說 這樣的說法是違背佛說的 我們說過 不究竟 不徹底 不圓滿 不實在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中論其實 有一個觀世地品專門就在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其實它都是在解決這些問題的 只是講的 比較我們說 因為 佛派當時的 當時都比較 已經把佛法帶向一種叫做 我們叫做 哲學化 玄學化 繁瑟化 學術化 已經變成這樣了 非常多的名相很複雜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講的話 很多人其實 可能比較不清楚在講些什麼 因為那種是一種 我們叫做學術的概念 這名相的概念非常的濃厚 多數的人其實沒有接觸到這一些 那些都是在那一種 長期在佛法上研究 然後講很多 這種我們如果有看大致的人 他就會 時不時的就出現 批判這一些 不派的這些說法 就等一下我們再引用給大家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是 現在先不講 無苦即昧道 無言而彼者生意 就是沒有緣起 沒有緣起 沒有世地 怎麼會沒有呢 緣起法信法柱法界 若佛出世若不出世 法信法柱法界 都有的啊 怎麼會沒有呢 世地 佛說世地 日可令人 月可令樂 佛說世地 不可令一 怎麼會沒有呢 有啊 不是沒有緣起 沒有世地 是沒有緣起的自信 沒有世地的自信 苦沒有苦的自信 是講這個 這個我們後面再整個來講 現在要處理的問題是 緣起跟世地的關係 因為像我以前 我們說過嘛 以前我們學習就是 聲文 在見世地 必知佛見緣起 必知佛比較利根 智慧比較利 見緣起的智慧比較利 見世地的智慧比較頓 不對 這樣講是不對的 緣起就是世地 世地就是緣起 阿涵經裡面有一些經文 他就在講這些道理 我們先這樣 就我們理解的緣起 緣起最簡單的說法 三個字 什麼 剛才跟大家講過 是什麼 此故彼 三個字 此故彼 五個字 此有故彼有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世事有故 有世事 我們上次也跟大家講過 我們先把緣起跟世地 綜合起來講 不然我們一直會以為 緣起跟世地不一樣 見緣起跟現世地的智慧不一樣 那麼緣起 我們講的就是此故彼 簡單講此故彼 那此故彼裡面 就是生滅的問題 法的生滅 此 此生此滅 那滅就是五 所以他講因果的關係 此 此生故彼生 此滅故彼片 此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 就是這樣 此生滅 此生就是出現了 他就是有 滅了 就是消失了 他就是無 所以此有故 講起來就是此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 此無故彼無 這個就是緣起 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凡是任何一個現象的出現 它必然是因緣合合的 那因緣合合就一定是沒有自信 那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因為 部派的概念就是 一切法是有自信的 那有自信為什麼會有生滅 這種概念就是 因為他 部派的概念是 我們再把這個稍微想一下 部派的概念就是 三事實有 法體很純 大部分的部派都是講法有的 三事實有 是實有的 法體 法性 它是一直常在的 它不會改變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演大字論裡面說的 那麼 但是他為什麼會有生滅像呢 生滅不是真的生滅 包括生住意滅 比如說 舉個例來講 我們這裡有講堂 那邊有大殿 那邊有大寮 假設 講堂 講堂在這裡 比如說這條路講堂 然後再過 20公尺 大殿 然後再過來 有大寮 假設我們先這樣講 你假設騎車 從大寮經過大殿 從大殿經過講堂 比如說 從講堂 再一起去一去 這個大寮一直在這裡 大殿也一直在這裡 講堂也一直在這裡 但是 時間像一部車一樣 就這部車 你坐著這個車 你經過大寮的時候 你看到大寮 這個就是生 你看到本來沒有 現在就有了 是不是 那就是生 那經過大寮的時候 再下一分鐘 大寮不見了 見到大殿 大殿又生了 當你見到大殿的時候 大寮就滅了 是不是 他就滅了 沒有了 那沒有不是真的沒有 沒有是因為 他遠缺不生 那所以 那你在從大殿 這個就是過去 現在未來嗎 所以 你在經過大殿的時候 大殿又 大殿生的時候 你在經過講堂 離開大殿的時候 大殿又滅了 離開大殿的時候 大殿又滅了 就是大殿這個法 這個像 沒有了 你看不到大殿 你看不到大殿 並不是大殿消失了 滅了 沒有 大殿沒有滅 從古到現在 假設他是一直在 一直在 他不會滅 誰 誰因緣來 誰都可以看到 誰不在這裡 誰就看不到 什麼時候來 因緣現前 合合他就看到 因緣不合合他就不看到 大殿一直在 然後你 你經過講堂的時候 這個已經滅了 這個已經滅了 那講堂又生起來了 那離開講堂的時候 那講堂又滅了 就這樣 法不斷的生滅 但是法體是恆在的 這樣你知道嗎 這種概念 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是什麼 如果 根據士卿的整理 概說 就是那五畏七所無法 社法心法 這個等一下 我們再來畫一下 因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社法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依行法 這個都是有違法 還有無違法 他也是實在的 所以為什麼 無知義無德 德 德就是什麼 德 他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從沒有到有 他必須來有一個德的法 然後得到什麼 得到出果 惡果 三果 四果 得到批施佛 得到佛果 那麼這一些都是本來存在的 如果 不怕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它不是本來存在 你怎麼可能得得到 就好像 如果大僚不是一直蓋在那裡的 你怎麼來就看得到 他是這種概念 所以它就變成 所謂的三四十有法體很存 它是一直在的 那麼 生滅不是它真的生滅 而是 因緣你看得到 你來了你就看到了吧 你不來你就看不到嗎 但是這種觀念 其實 從波仁經的立場上說 那麼 其實是不合乎佛法的 變成所有的法 諸法 諸法 諸法是非常多的 包括譬如說色法 色法只是一個色法而已 那麼你把它分 分作 色色 炎耳鼻舌身 色身相位處 實法再加一個五表色十一種 但是你看 這個色法裡面有很多的極緯 每一個極緯都是真實的存在 那新法新手法也是這樣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法 從布派的研究 歸納起來就變成 一切法實有 那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為什麼 要出來否定它 波仁經要出來否定它 因為你懷抱的這種觀念 你不能解脫 其實是這樣 就好像說 佛陀為什麼要出來講 為什麼要出現在世界 因為依照婆羅門教 依照六四外道 那一種觀念 那一種修行方法 是不能解脫的 他以為的解脫 不是真的解脫 他修到非響非非響 他有四種 他們認為有四種涅槃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響非非響 四種外道涅槃 他認為是涅槃 其實不是真的 就是不究竟 那麼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認為 夜淨苦就淨啊 不斷的受苦 以苦要來斷苦 其實只是白白受苦 這種方法不究竟 並不能斷苦 那麼這一些都是錯誤的 所以佛頭才出現在世間 告訴大家 真正的道理是什麼 正見是什麼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心經出現 就是為什麼會有波羅經 其實他就是要解決這種觀念 主要的問題 要不然 無我的說法 在阿含經都說得很清楚 不需要再 你再多造一部經 就依著佛來講就可以正無我了 問題是無我的觀念 從波羅經的立場上被扭曲了 就是他講的這些概念 不是真實的 如果我們學聚舍論 學部派的你就會知道 那個四帝十六形象 苦疾滅道 見苦 見疾 見滅 見道 那苦又有分 你八人八字 反正就非常複雜 那麼這一些他都一一法 這個字 他也是死法 他有分 有肉字 無肉字 無肉字 那無肉字裡面也有分 斷上界的 斷下界的 斷煩惱的 正無聲的 那麼阿羅漢 就進了 有進字 無聲字 其他的法字 類字 那麼這一些非常複雜 那原來的阿含經 其實沒有講這一些 但是研究佛法 研究就越研究越維新 越研究越維新 那麼明相越來越多 概念越來越複雜 所以有很多人 看到這一些的時候 都不知道要怎麼修行 都變成是 好像懂了這一些 就是在修行 其實不是 就是說他明白這些道理 但是跟他怎麼斷煩惱 有時候連不上來 那麼現在 但是這種觀念 如果你沒有去除 你會以為 你會以為這種境界 得到這種境界 就好像以前的六師 以前的這一些 這一些外道 比如說苦行外道 你對這些苦 你能忍受 就是修行 那麼修定德 你一念不起 在定中一念不起嘛 你就是解脫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那麼 所以 心像《波勒經》 必須要來把它說清楚 那麼講 它實在是什麼 所以說 有一些人會認為 大聖不是佛說的 大聖就是要 尤其是初期大聖 他就是要回歸佛陀的本懷 就是說 佛說法 佛說的法 他的一種觀念 正確的觀念 到後來被扭曲了 他要把它回歸 拉回來 所以 大聖其實 就是為了要 合乎佛說 特別是像《波勒經》 那麼這種觀念 其實他就是要 告訴你真正的佛法是什麼 好像佛陀出現在世間 要告訴你真正的解脫法是什麼 類似像這樣 好 那我們先來看 緣起就是世地 現在這個是法友的概念 像你坐高鐵 那麼高鐵經過 從屏東 從高雄到台南 從台南到嘉義 從嘉義到彰化 從彰化到台中 你過台南的時候 看到台南 你到嘉義的時候 台南不見了 台南不見 並不是台南沒有 台南一直在 一直在 誰只要經過 哪一輛車經過都會看到 問題是現在你看不到 那是他 他面不是真面 他一直在 那個法體一直在 類似像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先來講 緣起跟世地的關係 就是我們把緣起跟世地 先弄清楚 而且緣起就是世地 是經文裡面明說的 而且也是這樣 所以緣起 我們說過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幾次了 但是我們再來講 就此故彼 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世事有故 有世事 這上次我們有 世事有故 有世事 世事有故 有世事 這個就是法 有這件事 有世事故 世事生 有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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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生 一般有些 有些會把它看作一個是緣起 一個是原生 像有些人說 緣起跟原生 緣起是一種理則 原生 是一種世相 就是 一個是理 一個是世 比如說這個是原生法 作者是原生法 人是原生法 因緣所生的 他現起是因為緣起 此故彼 此有故彼 三有因的 其實是這樣 那麼 緣起裡面主要的 我們說過 緣起裡面主要的是 兩大類 一般講緣起都是講 流轉的比較多 但是它其實有流轉跟環面的 流轉跟環面 那麼 事實就是 我們現在生命的事實 就是流轉的 那怎麼流轉呢 其實就是從生到死 不斷不斷生死 死又生 生又死 死又生 生又死 就這樣 不斷不斷的 這個叫做生死流轉 那麼有生必有死 死後會不會再生 要看你有沒有斷了那個因 生必然有死 死不必有生 你解脫了就無生了嗎 你就正無生 但是你也沒有正無生之前 你就是生死死生 一直變換 一直變換 只是這樣而已 那麼 有可能好一點 有可能差一點 有可能差一點 所以叫做六道輪迴 就在三界六道 三大類 那麼六道裡面轉 那麼 天道只有色界無色界 其他異界就是六道 就三界六道裡面生死生死 那麼這個叫做流轉的 所以這個阿含經叫做無名原形 行原事 或是原無名有形 他要講這個生死的因 其實就是生跟死而已 那麼所有的苦都是從生死中來 那麼還滅就是 你看這個生到死 那麼你知道死是由生來 那生怎麼來 你讓那個生的因沒有 他就不再死了 所以他就是從逆向去推 推看到底是怎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 這是一種現象 生死是一種現象 他就是苦 那麼陰後面還有陰 陰後面還有陰 一直推掉那個根本陰 把那個根本陰去掉 你就不再有死 不再有生死 不再有生 重點是有生 有生必然有死 那怎麼樣才可以不生 那就是在找這些 這個就是還滅的 所以一般我們講嘛 流轉的就是在講 痛苦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還滅就是在講 痛苦最主要是由生死 生死的現象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不生就不死 那麼就是解脫 解脫是怎麼樣才可能解脫 那所以這個流轉跟還滅 從佛法的裡面來說 就是無明 他一直推一直推嘛 從有苦 有苦是現有的現象 苦 苦裡面包含八苦 那麼怎麼樣 苦是怎麼來 因為有這個五陰身心就有苦 有這個五陰身心就有苦 所以他就是有 那麼現在這個身心是有 那麼他就有苦 那現在你這個身心造業 累積下一個身心 那麼苦就形成 那麼下一次還會再受苦 就是這樣 這個五陰身心這個存在 他是怎麼來的 他怎麼來的 前面是什麼 有的前面是什麼 他就往前推啊 有的前面是什麼 曲 曲是什麼 曲就是直曲 那麼佛法把這個曲分成四種曲 我與曲 五欲曲就是愛 我與就是我見 身見我愛 愛 其實就是無明跟愛 其實重點就這樣 然後見曲接近曲 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方法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那麼這個曲是從哪裡來 從愛來 那麼曲是愛的一種加深 那麼愛從哪裡來 跟神是合和相應 從處來 就這樣嘛 面對境界嘛 就是這樣往前推 推到最前面 是從哪裡 無明我見 以我見我愛 所以 緣起的重點在講什麼 在講 其實緣起的重點還是在講愛 比較偏重在講愛 愛是怎麼形成的 那無明跟愛 無明跟愛 我們就是我見跟我愛 既然知道我見跟我愛 我見一定有我愛 一定因為我見 那麼沒有說只有我見沒有我愛的 也沒有說只有我愛沒有我見的沒有 好 那現在知道問題在哪裡 所以就要去推 那我愛都是怎麼產生的 所以你看五運的話 佛講五運 基本上 基本上比較偏重在 怎麼處理這個我見的問題 色是我 受想形式是我 有沒有 比較偏重在這樣的問題 如果講十二處的話 十二處 就是跟成是何而生處 那麼就比較偏重在講愛的問題 就是你面對境界 遠處守身受苦受熱受 那麼這些你直取 都偏重在對境界的懶愛 我們叫做境界愛 我所愛 那麼這些境界愛 所以愛有後有愛 這個是 這個是自體愛的問題 那麼比比喜樂愛 喜探俱行愛 對境界的追求 那麼這一些比較偏重在講愛的問題 佛法不外乎就是 見煩擾跟愛煩擾 它其實就是這樣啊 那麼你看這個緣起就是講這一些 那麼你會看 流轉那環滅的 就是 你知道這個有 這個有愛 取 那麼知道這個根本在愛跟取 愛跟無名上面 那麼你就知道要怎麼樣去解決它了 就好像說你說病毒它怎麼傳染的 透過空氣 要戴口罩 或是它在裡面怎麼行遣 打疫苗的反正 就種種的原因怎麼樣斷它的 斷它的相需 好 那麼這個是緣起 那跟釋帝有什麼關係 其實緣起就是釋帝 你看喔 那麼 我們講 無名 比如說 無名 行 釋 靈色 六路 處 不是這個處 處受愛取有 生 老病死 又悲苦惱 就是苦 好 那麼它就是因 那麼有這個因 至事有故 有事事 緣無名有行 持有 故彼有 持有 因為有這個 所以它就會形成這個 身形口形欲形 那麼這裡 四名色 六路 處 受 這個都是五運身心 五運六處 五運六處 五運六處的一種反應 那麼四名色 基本上就是五運 那麼這個 就是十二處 那麼重點在 它這裡 這裡就是因 它往前推 那這個就是 有這個它就必然有這個 然後相續 直取 那麼就有這個 所以這裡 如果我們從這邊來講 苦 急是什麼 比如說苦 這個是苦 生死 這個是苦 苦怎麼來 由生來 生的苦怎麼來 從這個有來 有的苦怎麼來 從這個果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這個是因 那麼每一個果都是苦果 那這個都是因 都是急 從這裡看 這裡是苦 這裡是急 從這裡看 這裡是苦 這裡是急 那麼從這邊看 這邊都是急 所以苦跟急 苦跟急 這個是苦 這個是急 它就是流轉的 它就是苦急啊 那滅到呢 還滅呢 無明滅 故行滅 行滅故事滅 苦滅 苦為什麼能夠滅 是因為這個 沒有生 沒有生 是因為什麼 你沒有愛取有 沒有愛取有 是因為你五運身心 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不直取 你不起煩惱 你不造作惡業 那麼 根本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你去了我 我見 所以你不造作 那麼重點在無明跟愛 那麼苦極滅到四地 四地重在這個極 就上次我們講過 它苦極滅到 這個就是還滅的 這個就是緣起的還滅的 這個是流轉的 還滅跟流轉的 這個是還滅 講苦極滅到 講緣起 其實 我們學習佛法 不只是在知道 什麼是緣起 什麼是苦極滅到 不是在這些 講這一些是 要給你實際操作的 所以上次我們也講過 大家都會有苦啊 人情上的苦 身體上的苦 生活上的苦 那麼就算都沒有人來煩你 你也會覺得無聊 它也是一種苦 那麼很多人來找你 你也會覺得苦 反正人是有苦的 就算非常幸福 這些幸福 一點一滴的流失 要離開了 你還是會苦 那麼這些都是現象 苦是一種現象 那你遇到苦 你要怎麼解決 要往前推 就是極 這個就是苦極滅到 你要先了解原因在哪裡 那麼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 這個只是概講喔 細講是什麼 就要往前推啦 這個苦 苦為什麼會有 是什麼現象出現 那這些現象出現 一定是你很在意 就是愛取有嘛 你非常在意 如果不在意的 那麼你是不會產生苦的 或是苦很容易消消失 你越在意的人 講的話 越容易對你造成傷害 或讓你快樂 或讓你痛苦 那個就是你直取嘛 就愛取有啊 很簡單啊 那這些愛取有是怎麼來的 你面對境界 你的觀念 你的習慣性反應 其實就是四名色六處處 就是他給你的是好的不好的 所以你從這一些現象 這些現象可能是色身相畏處 可能就是從這一些裡面 或是你過去的這些觀念法 讓你不斷地在運作 不斷地在運作 那麼這些運作 這個就是運觸界啊 那麼基本上都是因為 由我見 你珍惜自己 你執著自己而來的 好 那麼你往前推 不管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會遇到很多問題啊 即使是我我也會遇到很多問題啊 每一個問題 每一個問題我們的步驟都是這樣 從苦疾滅到這個是概說 他一定先找原因 這個原因不會是單一的原因 你的苦絕對不是單一的原因 也許身體加上人情 加上怎麼樣怎麼樣 也許過去加上現在 非常多的原因 所以他絕對不是單一的原因 他很多原因是要你細細的去往前推 我為什麼會執著 因為我在意 我為什麼會這麼在意 那麼你就往前推 往前推 細細的要冷靜 所以要有定才能生會嘛 要先冷靜 冷靜下來仔細的想 要你不要把自己放進去 那麼你就會 你就會自己 有時候不能脫離 就會有我見我愛的想 你偏把自己抽離出來 就當作不是你 當作是你現在有問題的是你的朋友 那你要怎麼幫助你的朋友 冷靜的想一想 所以我們說我們在講道理給別人聽的時候 講得非常有道理 但是好像很好 但是遇到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這些都用不上 為什麼 因為我見我愛在裡面了 你仔細想我真的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你把自己抽離出來 單純 單純就是從事情的本身去 從苦、疾、道 道當然就是方法 那麼方法就是 比如說你這個生要怎麼滅 油要怎麼滅 取要怎麼滅 愛要怎麼滅 它是有方法的 那麼你要慢慢去找這個方法 方法有時候不是一次找到的 它有時候要找很多次才會找到 所以苦、疾、滅、道 基本上就是緣起 見緣起就見世帝 那我們來看 這個阿含經裡面 它也這麼說 緣起跟世帝其實是同一種道理 並不是見緣起的智慧 就比較利 那也不是聲文只見世帝 那畢之佛才見緣起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看 《雜喊二九三經》 我們都是引雜喊經的 因為這裡是講新經 所以引波勒經 我大致都認得 《雜喊二九三經》 《雜喊二九三經》 這一本 這個經也很重要 他說 我為比丘說賢慎出世 空相應緣起隨身法 《雜喊二九二十五三經》 《雜喊二十三經》 《雜喊二十九三經》 《雜喊二十二經》 《雜喊二十二十五經》 所謂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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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故事是有 這個是流傳 他後面簡略 乃至 如是純大苦俱滅 如是 跟前面的一樣 純大苦 純大苦俱 純大苦俱就是這個五韻 五韻就是個苦俱 純大苦俱 所以五韻甚又叫做五聖因 又叫做五曲韻 五曲韻苦 純大苦俱滅 那麼依照這裡來講前面一定是 所謂無事事故事事無 事事無故事事滅 所謂無明滅則行滅 行滅則事滅 事滅則明色滅 就這樣 乃至純大苦俱滅 經文就簡略掉 但是這個就是流環滅的 這個就是環滅 好 這個是流傳 後面他就寫了 你看 因極故苦疾 這裡就是世滅 因極故 從緣起講世滅 那麼還有從緣起觀世滅的 你說我們再來講 從緣起來講世滅 因極故苦疾 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苦有很多種苦啊 有八苦啊 不會提起就是無量苦 那佛法把它蓋說 蓋說其苦 略說五韻赤盛苦 就成大苦俱進了 就五韻赤盛苦底下有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怨政惠愛別禮求不得 那我們把它叫做拔苦 其實略說五韻赤盛苦 那麼 那麼 比較詳說就是其苦 再詳細說就無量苦了 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因極故苦疾 那因是什麼 那前面就講 無明行事明色六路促受愛 取有生 這些都是苦 就是苦因 因極故苦疾 因滅故苦滅 斷諸進入 這個就是道啦 你看喔 你把苦怎麼形成的 你以方便就是用方法把它去除 比如說你熱 熱很苦啊 那怎麼辦 暫時的方法就是吹冷氣 吹風 或是怎麼樣 到比較涼的地方 或是喝冷水 反正很多種嘛 那麼這種暫時的熱 比如說太陽很熱 比如說今天很冷 那今天很冷我就穿 稍微厚一點的衣服出來 因為冷嘛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有方法 你用方法去除掉這個苦 但是說我們一般的苦 世間都是在解決苦的 可是不究竟不徹底不真實不圓滿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斷諸進入 這個就是道 你看這個是苦 這個是疾 這個是滅 這個是道 滅於相虛 用方法 讓這個苦 不再相虛 滅於相虛 相虛滅滅 世民苦邊 這個苦滅 苦滅 我們比如說 今天很冷 我們穿一點衣服 冷會超成苦 就不冷啊 可是 還會更冷呢 或是明天還會冷呢 明天又熱了呢 這個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滅了就永滅 不會 比如說 好啊 現在新冠病毒 造成我們很多痛苦啊 假設是個新冠病毒被消除了 我們就沒有苦了嗎 還有其他的病毒啊 多的是啊 就算你都沒有病毒 你就沒有苦嗎 沒有啊 兒子不孝順 你兒嫁得不好 爸爸身體不好 你也會苦啊 反正很多苦啊 但是怎麼樣苦 苦邊就是怎麼 為什麼 我們看看 滅相訊滅 相訊滅 滅滅 滅於相訊 這個相訊 這個苦不斷相訊 你把它滅了 不會再苦了 世民苦邊 世民苦邊 苦邊就是苦到究竟了 所以佛都是說究竟法 把苦徹底滅了 把苦徹底滅了 世民苦邊 世民苦邊 就是涅槃 那你就發現到苦疾滅到 一樣 其實緣起 從緣起來說是第 好 那麼這個是二九三經 另外 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四十四字 或七十七字 那麼修南傳社阿比多姆 伊倫諾修 修這一些部派的 也常常提到這個 我們來看 四十四字跟七十四 這個是從緣起做四地觀 就是從十二元起做四地觀 我們來看 這個是雜喊三五六經 雜喊三五六經 大家可以去看 那麼世君告諸比丘有四十四種字 那麼什麼叫做四十四種字呢 為老死字 應該寫在這裡喔 應該寫在這裡喔 底下就是地聽地聽善師 他說為老死字 老死極字 應該這樣寫 寫上面一天 勞死之 他就是苦即滅到 勞死之 然后这个是苦 勞死 忧悲苦老 就代表苦 勞死即至 这个是己 这个是己 然后勞死灭之 这个是灭 勞死灭盗基制 这个是道 怎么样 这个讲勞死灭盗基制 这个是道 勞死灭盗基制 那么勞死是缘起的最后一个 就是苦 勞死 忧悲老苦 纯大苦句 那么如是 从这里来讲 老死从哪里来 从生 生从哪里来 生从 有 生从有来 生有 如是生有 我们写一下 他的原文是这样 如是 生有 取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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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处 又露出 明色 是 事前面是行 字 后面都是什么字 什么字 那无名呢 没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么 这个应该写这样 是 就中间 就是四名色都一样 那么行 最后一个是行 行前面无名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因为直到行而已 那么行字 行极字 极 行灭字 就是灭这个行的 知道这个行的音音 了解这个行的形象 行灭道极字 行灭字 行灭道极字 好 这个就是 从缘起 做四地观 总共有四十四种 那为什么没有无名呢 等一下我们来看 无名 行 明 明色 明色六路 出 受 爱 取 有 生 那这边 那这边就是老死 老死 幽悲 老苦 就是苦 好 那 为什么没有无名 因为无名是因 它只有因 是因非果 为因非果 这里是这样 无名为 我们应该这样来看 它都有苦极灭道 这个是苦 苦果 苦果有苦因 那么 这个都是 从来讲 这个都是苦果 那苦果有苦因 苦因就是它前面的 这个是苦果 这个是苦因 这个是苦果 这个是苦因 这个是苦果 这个是苦因 那这个只有因 为因非果 那 所以从这里开始 就是苦 这个有行字 苦字 这个极 比如说它这里讲 这个行字 应该是这样写 行字 行字 行极字 行灭字 行灭道极字 那么行 这个是 是字 一样 是 是字就是认清楚什么是是 认清楚什么是行 认清楚什么是名色 认清楚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 三苦八苦 类似像这样 那么 知道苦从哪里来 那么怎么样灭这个苦 那么灭到什么程度 它才是灭 如何灭 用什么方法 其实就是这样 什么是是 是字 是极字 是灭字 一样都是极 灭 道 那么一样 名色都是一样 那这个苦 它经文只写这里 经文只写苦 比如说苦字 苦 苦行字 苦极字 苦极灭道 这个就是44种字 等一下我们讲 为什么没有无名 苦极字 老死 它是老死字 其实就是苦 苦极 苦灭 苦灭字 老死就是苦 苦灭道字 它是写苦灭道姬 是一样 苦灭道字 那这个老死 为果非因 它只有果 它不是因 苦就是果 为果非因 它是果 它不是其他的因 因为最后一个 这个是为因非果 无名 为因非果 它不是果 它只是因 那么中间这个就是有因有果 亦因亦果 中间这里就是亦因亦果 这个只有果 这个只有果 这个只是因 这个亦因亦果 都可以往前推嘛 推到最后就是这里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已 那问题从哪里 这里是亦因亦果 那么它是解决问题的 苦极灭道是解决问题的 所以要有方法 你怎么会有老死 你看清楚什么叫做老死 那经文里面就会写这个 什么叫做老死 老死就是苦 什么会有苦 从哪里来 那这个又从哪里来 从这里来 这里又从哪里来 这里往前推 那你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往前推是这里 那么这里往前推 所以十二个只有十一种 十一种字 叫做四十四字 这个就是缘起做四地观 缘起就是四地 那这种其实就是我们平常 处理很多事情 也是要这样处理 我现在这个问题从哪里来 那综合 是什么原因 什么现象 那我的内心 它一定是 一定是心 业 缘 就是不离开这三种问题 心 然后业 就是我跟它的 我跟它的这种 就是我过去的业 我现在造作的业 那么我跟它的姻缘 比如说他骂我 我感到非常痛苦 假设这样 我感到非常痛苦 那么如果从缘起的角度 从苦几滅到 这四十种字观 就是说他骂我 我感到很痛苦 我的痛苦是因为什么 他骂我 他为什么骂我 为什么他别的骂我 这样骂我 我不会痛苦 为什么他这样骂我 我就会痛苦 第一个他为什么要这样骂我 那么有可能是 我前天对他做的是什么 我怎么样的对他做什么 或是他误会 或是我跟他之间的业 或是我也不认识 他也不认识 他就忽然骂我 那么有过去的业 跟过去的缘 那么你的心 有没有跟他相应 会决定 这个业会不会相续 就是他骂我 我很生气 我又骂他 过去的业 现在现前 过去的缘 现在又造作 未来的业 跟未来的缘 就这样 那你把这个东西 一看清楚了想清楚了 你就知道要怎么断 恶因恶业 恶元恶事恶人 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得善因善缘善事善忍 贵人 你就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 有很多东西 佛法所教的 不只是理论上的 它实际上是可以应用的 那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充满逼迫 苦魄的环境里面 可是 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 诵经 念佛 持咒 那么 我们也不会去探讨 好像都跟我没关系 痛苦是我有的 但是解决痛苦是 我要去 借助观音菩萨的力量 阿弥陀佛的力量 咒语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 好像是这样 不对 因为苦是你行程的一定跟你有关 一定跟你的心有关 一定跟你的直取有关 一定跟你的业有关 那么解决这一些的 一定要你自己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 佛法教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离苦的方法 大多数人的离苦 不从身心 因为苦是身心的一种直取 爱取有 诸业爱无名 无名 业跟爱 基本上就这三点 因机他事因 就是你才未有 现在的苦 就是由过去的业爱无名 现在的苦 是由过去的 过去包括过去前一秒也是过去 过去生也是过去 昨天也是过去 现在的业又累积未来的苦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把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四四种字啊 所以行 行往前面推嘛 无名 那无名你如果要往前推 没有无名就是根本因啊 如果把无名断掉了 就什么问题都断掉了 你不需要再往前推啊 那你把行断掉 还有无名啊 你把这个劳死的断掉 你把这个苦断掉 有生啊 你不断的生就有不断的苦啊 所以生 你不生 你生是怎么来的 你如果把生断掉 当然就没有了 但是生怎么来的 哪要讲生怎么来 从有 有怎么来 这种就是累积这个业 有怎么来 从取 重点就是爱取 重点就是爱取 其实他就把我们说过 这里是包含五蕴六处 十二处嘛 从身心讲 从境界讲 重点是我们会直取 直取境界 直取他通常是向内直取 他伤害了我 直取他 直取伤害 直取我 直取伤害我 直取他伤害我 基本上 他就是你直取越重 痛苦就越重 那也许 你 就是说 你要怎么解决 那么也是有方法 但是有一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哦 就是说 现阶段不太能解决 只能控制 或是不再造成未来的苦因而已 现在的苦必须让他受完 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个设身了 你要不受这个设身的苦 有这个设身一定会有苦嘛 等一下头痛 等一下牙痛 等一下肚子痛 你这什么时候才可以身体完全不痛 这个设身没有才可以 你越后面就越多痛嘛 一定是这样子嘛 那么这个是不能彻底解决的 就是你只能减少 那么爱取有 就是愿正会求不得这个也是 比如说 提伯达多一直要害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那么大智慧 大慈悲 慈心观那么好 他怎么不做慈心观 让提伯达多也可以吗 没办法 做不了 释迦摩尼佛再怎么对提伯达多慈悲 提伯达多慈悲 提伯达多还是要恨释迦摩尼佛 他可以教化那么多人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教化提伯达多 但是他不跟他相应 那些外道也是啊 恨释迦摩尼佛 世间与我正 我不与世间正 只能做到这样 提伯达多与我正 我不与提伯达多正 有时候只能做到这个样子 你不要以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没有 解决有分两种 解决现前的问题 或是让现前的问题不再恶化 不会造成未来相续 其实他是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没有 但是你要重点要记住 有些是可以解决的 有些只能控制 控制就是不让他恶化 因为你没有的话 这个也是一种解决 你没有的话 他会继续相续 相续就是未来会一直苦 一直苦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你即使现在会受苦 但是他苦不会加重 苦不会延续 其实就好像火 一直在烧 你不再加木头 烧完 他在烧你不能灭 那你只能让他烧完 你不要再加新的火 新的木材进去 这样就好了 那么这种可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面临到很多的苦 面临到很多的烦恼 那有些烦恼也是这样 不是说我要断烦恼 烦恼就给我断了 你以为那么容易哦 真的即使我自己在断烦恼的过程 都没有那么容易 你看看他好像安分了 没多久他又跳起来了 你看看他好像没事 没多久他又有事 就是这个没那么容易 但是你重点就是要先学会控制 调伏 然后调伏到一段的期间才能断除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不要说一下子彻底就都没有 没办法 那么我们解决事前其实就是一元起 一样都是找那个因 找那个根本因 如果那个根本因你找错了 那么你就会 我们说徒劳无功 今天早上 那个程序师在我来 我们在车上讲到 很多人做生意的人要求财 那么求财的因是什么 你有福报吗 你有福报你才有那个负 你有持戒你才有那个贵 富贵吗 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 世间的人求财就跟财神缘 那么求姻缘就跟什么 跟什么住生娘娘或什么 那个是求小孩的 还有跟什么月老 那个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本身那个因不在别人身上 你求智慧 你求福报 就是你必须要有 你必须要有相对的福报 你才有 那你不是 那个不是求来 那个是修来的 那你一般的 比如说做生意的 做烟供 做火供 那么这些烟供火供 为什么要做这些 我用这些烟 烧这些东西 给这些鬼神 那这些鬼神 他欢喜了 他就会把福报给我 让我生意兴隆 让我赚大钱 鬼神如果这么有福报 他就不会堕落三二道了 那我说这个就好像什么 一个人 去问路边一个乞丐 你告诉我怎么样赚钱 他真的会那么会赚钱 他不会做乞丐 那么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如果要问 你即使跟天 祈求福报 天也不会跟你 但至少天可以告诉你 我是怎么成为 这么有福报的人 不思慈戒嘛 对不对 他就会告诉你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不是 去讨好这些鬼神 那么希望 他赚福报给我们 那你说这个 这个法就是什么 非法 这个道是非道 这不是正确的嘛 不真实不究竟 他不要说彻底圆满 他这个是不实在的法 那很多人不知道啊 很多人不知道 就好像我们要离苦 我们常常讲佛 中国佛教就是 你想要什么好处 跟佛菩萨哪 你有什么不好的 都是冤亲在主害你的 就是把冤亲在主超度走就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先想 我今天为什么受苦 我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 不离开烦恼跟业嘛 获业苦 获业苦啊 缘起 缘起 不一定是十二支 十二支是详细的说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我们就是此故彼嘛 或是获业苦 起烦恼 造业 受苦 这个业造成你的苦 那业怎么来 业就是醒啊 业怎么来 业就是从无名 那怎么样产生无名的 跟尘世 跟尘世相对 你的观念不对 就产生这个爱 那么这个是带着无名 产生造作这个业的 生业 口业 异业 你这个业不解决 你自己造的苦 那你只是在那边念佛 念菩萨 那么这个 这个做一些 做一些仪式 那么就希望能够灭你的苦 没有 他只能短暂 当你在念菩萨的时候 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那个心 恶心不相续 恶业不相续 他只能暂时 因为不相续他就不和合嘛 他可能不成熟嘛 但是他并没有解决掉 他并没有解决掉 就有点像 那个垃圾在那里 你用一块布把它盖着而已 看不见垃圾 但是垃圾没有被清楚啊 你内心的烦恼 内心的业 你观念没有改变 以恶业没有转成善业 你烦恼没解决 他暂时不献钱而已 但是好像你拿香水来喷 喷那个垃圾堆 倒了一堆香水 再喷垃圾堆 暂时抽味没那么重而已 但是香水过去了 那个香水的味过去了 那个臭味又臭了 因为他不断在那里嘛 所以一样的意思 我们解决苦的方法 不能停留在石头压草的阶段 那是不对的 所以缘起跟四地其实是很好用的 就是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那你看这个就是 从十二缘起做四地观 那么无名行就行 这样讲 这里就有十一种 那无名是阴啊 那从这个就是从果推因嘛 揽建因果嘛 那所以你看都是苦极灭道 上面是十二缘起 下面是四地 所以加起来就是什么 四十四种字 这个是杂罕三五六经讲的 所以缘起就是四地 那如果再加上过去 现在未来 过去的 现在的未来的 再乘以三 再乘以再加上三十三 都十一嘛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就变成七十七字 就变成这样了 那其实就这个都是如理思维的 好 那这个是杂罕三五六经 我再次再讲 缘起及四地 那么缘起是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一样你就开始往前推 那现在重点比如说苦 苦治 治就是什么 明白 清楚 了解 而且是如实 所以佛法常常讲如实之嘛 如其事实 很多人不如实啊 看到的不如实 所以他就是治嘛 比如说苦治 你要如实之苦 那知道什么是苦 有什么苦 为什么 然后才在讲 为什么会苦 那你这样每次不管什么问题都这样想 先这样想 现在是什么状态 现在是什么状况 先冷静下来 你不要先 遇到事情先慌 先乱先怕 也会这样啊 越担心的发出声 开始害怕 开始慌乱 不知所措 所足无措 恐怖 挂爱 但基本上你先不要怕 先冷静 冷静是第一要素 所以有定才有慧 那你没有习惯的冷静 就是没有戒 所以你常常这样习惯了 那么你就不容易冷静 所以戒定会是这样来的 你平常没有控制 控制好你的身心 就是没有戒吗 因为没有控制就是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那么不择手段 或是说 那么不管那么多 那么这个就是没有戒 那么没有戒 就是你的身心 常常在动荡之中 因为你没有习惯安定 没有习惯冷静 所以你要先习惯 不管遇见什么事情 不管遇见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 发生很多事情 让我们烦恼 让我们痛苦 让我们忧虑 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你要先养成习惯 冷静 这个冷静是平常就养成的 先冷静 然后再观察 观察 缘起 四地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们要实际应用缘起 不是在那边念考试写得出来 然后你会讲 没有用 你要实际上 遇见烦恼了 你要知道 先知道四地 苦极灭到 苦佛说 苦必有它的原因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很多种缘云追成的 原因有明显意见的 有深细难见的 那么这个必须要很冷静的去观察才能知道 如果养成这个习惯 我告诉你很好用 真的 你会知道 后来你就有一个概念 世间都是缘起的 凡是缘起的 就是无自信的 无自信的就是一切都可以改变的 第一个 一切都会改变的 第二个 一切都可以改变的 只要用对方法 但是可以改变不是 你要知道 要细乎它的因缘 不是现在就可以改变 所以你也不会急着改变 因为有些你会急着改变 那反而改变不了 所以你养成这个习惯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就会表现出 遇到什么事情不会欢乱 就算欢乱了 很快就会静下来 看清楚 先看清楚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而不是直接反应 没有 你的直接反应就是 冷静 观察 努力思维 用对的方法 解决现在的问题 控制现在的问题 至少让现在的问题 不会扩大 不会一指相续 不会加重 我告诉你很好用 真的 那我们天天都在面对这些问题 那有时候 有时候烦恼起来 当然也想不来那么多 但是你养成习惯的 那个心就一直在元气当中 因为你想的都是这些 习惯性思维 现在 所以这个字 刚才讲那个字 苦字 先了解现在是什么问题 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接着来讲 苦疾字 苦下面就是疾 老死是苦 老死是质 什么是老 什么是死 那现在什么问题 那这个问题 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 一开始想可能没有想得很清楚 但你只要 你只要常常这样 你就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 我告诉你 你这样想三年后 不得了 真的 你凡事都从元气的角度去观察 第一个 你会产生一种现象 你不会执着 因为一切都是元气的 你也不容易走错路 如果有人跟你讲 有一种财神非常感应 你会知道 这个不符合元气 问题不在乍你 那么所以 你会 第一个 你会很冷静 那么你不会迷惑 不会很迷惑 即使你不知道原因 你也不会迷惑 你会努力找原因 那么即使现在这个原因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也不会担忧 你不会病急乱投医 绝对不会 因为你知道 如果不能解这个方法 我思考出来 好像是这个原因 但是实际上 解决不了这个方法 那一定是我的思考错 我不会转过头去求观音 求地藏 求阿弥陀佛 然后加持我 不会 我只是努力 如果有的话 只是求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 那么在这个当下 只是让我的心先冷静下来 因为我会乱 那么我想一想 他们都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你这样之后 你即使不能解决的问题 你也不会过度的担忧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也不会过度的担忧 不会 你只知道我这样做 我要这样做 那么 就好像我讲过 你口渴了 你知道口渴是一种苦 怎么样可以解决口渴 喝水 假设你已经喝水了 还不能解决口渴 第一个 是不是我水喝的不够多 第二个 是不是我喝的不是水 第三个 是不是我这种渴 并不是喝水能够解决的 那么 你因为你要去找圆圆嘛 而不是 而不是你管过头 赶快去拜观音菩萨 让我不渴 拜地藏菩萨 让我不渴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 缘起 其实本来我们懂缘起是很好用的 四地跟缘起 很简单 很的 概说 苦即灭到 问题 现在是什么问题 四十四种字啊 那我们不讲那么多 我们就讲简单的 苦 现在是什么问题 先看清楚 有些你问题看不清楚 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对 先看清楚 现在是什么问题 我面临什么痛苦 我面临什么问题 然后知道 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很重要 如果你那个因不对 你那个解决 那个因的方法 就可能不对哦 比如说 如果我贫穷卑贱 那是怎么形成的 我贫穷卑贱是因为为什么 贫穷可能是你有偷盗 或是你签令 那 卑贱就是不辞贱嘛 比如说你杀生就短命多病嘛 那么你偷盗就贫穷卑贱嘛 不辞贱嘛 那么你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那么你就怎么 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 让你的福报增加 第一个 你不要再继续造 贫穷的业 第二个 除了不造贫穷的业之外 你还要多造布施的业 你只有这样解决 那你不是 那你贫穷卑贱 又不是观音菩萨造成你贫穷卑贱的 所以你现在去求观音菩萨 让你不贫穷卑贱 你的生意不好 又不是这些鬼神让你生意不好的 所以你赶快焉共鸿共 让这些鬼神满意 你的生意就变好 这个方法不对嘛 焉不对嘛 所以你要找方法 苦 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这些问题形成 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 到底是什么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原因 不一定知道方法 就好像我们知道现在 新冠肺炎病毒造成的 你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它 你还不一定找得到药 但是从佛法来讲 所有的烦恼都有要 所有的痛苦都能解决 只是时间的长短 由于涅槃 佛已经成佛了 他背痛 他也没办法解决 等这个身体没有了 背痛才会完全没有 这个叫无以涅槃 是不是 一样啊 佛已经成佛 佛35岁成佛 29岁出家 35岁成佛 成了佛就灭一切烦恼了 没有一切业了 但是他也有怨证会 提伯达多 不是提伯达多 很多人 很多人对佛也是陷害怨恨的 尤其那些六四外道也是啊 爱别离 他的亲离 一个一个的走掉 也是有啊 佛徒的身体常常背痛 最后最后还拉肚子 要去基斯纳的路上 还拉肚子 非常痛 都没有吃 那么这一些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 这个只能控制 让心 就是不扩大 深苦 心不苦 只能做到这样 那我们是 深苦 辛苦 加重苦 相续苦 所以有一些苦 不一定是能解决 但是你知道 他不会再相续 所以你了解了这一些 苦即灭到即之道因 然后知道 那现在 我们说四十四种制度 要讲这些啊 现在是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我要用什么方法 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这样解决的 有没有彻底解决苦边吗 有些你以为解决的 实际上没有解决哦 实际上没有解决 所以你了解了 所有的问题都 基本上 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一定不会让你 造成问题扩大 一定不会 不会加重 不会扩大 而且你会越来 一开始还不是那么熟悉哦 就好像警察在抓贼一样 一开始要现刑犯 他才知道他是贼 警察当酒了 你那个心有警戒心啊 了解 你不用现行 你就这个人知道 这个人鬼鬼祟祟 这个人要去当贼了 你就知道了哦 或是他 他不是现行的话 他当过贼 他看到你就跑 或是他看到你的眼神不对 你就知道 这个人 这个人刚才去做坏事了 所以一样啊 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警察一样啊 你要知道你的苦怎么来 你的烦恼怎么起的 那么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么不离开四地跟缘起 四地就是该说 总的苦找它的原因 解决苦找方法 那么把苦完全断尽 不太让它相续 不再让它延续 这个就是灭 灭苦 让苦不再相续 那么远一点的就是面轮回的苦 究竟苦 近一点的就是面我们现前的苦 其实是这样 那西一点的就是一直想 那么不离 缘起十二缘起 不外乎是以无名跟贪爱 火箭跟瓦碍为主 而由这个身心对外境起反应 起不当的反应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带领我们 直取境界 那么起不当的反应 造成痛苦的结果 那你天天都要这样想 养成习惯一遇到问题 先冷静下来想 现在是什么状况 现在是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比较好 才不会造成 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后遗症 不会有并发症 不会有副作用 或是问题没有解决 反而增加更大的问题 才不会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缘起跟世帝 最大的好处 它不只是解决生死的问题 你烦恼没解决 生死怎么解决 生死是从烦恼来的 烦恼相续来的 你烦恼没控制 不先控制 你不先知道烦恼是什么 你不先知道你的心习惯做什么 习惯想什么 习惯反应什么 这些反应是对的是不对的 是会造成苦的 还是会离苦的 你都不知道 这都不如实之 你就先不了解苦 第一个苦你都不知道了 你后面都不用讲了 所以为什么这叫苦即灭道 好 那么这个是世帝跟缘起 那么再来讲 这个是扎含三世世经 这个是一样 我们这个都是从阿含经里面 讲缘起跟世帝的关系 缘起就是世帝 世帝就是缘起 世帝就是缘起 这个是舍利佛跟魔后巨师有说的 他说多闻圣地子 佛法常常讲多闻圣地子 其实就是多闻智慧圣地子 跟愚痴无闻凡夫 他常常是一个对照 多闻圣地子 所以要听经就是这样 要听经要如理思维 如果没有的话 很多人说 很多人都只是 只是要念佛 只是要持咒 只是要参加法会 他觉得参加法会有观音菩萨保佑 你来听经 那讲课的人又不能保佑你 听完了 听完了也没有得到什么功德 很多人会这种观念 我说我来听经 听完了也不会怎么样 我去参加法会 至少有观音菩萨保佑 参加观音法会 有观音菩萨保佑 参加地藏法会 有地藏菩萨保佑 好像至少有功德 观音菩萨会示一些功德给你 地藏菩萨会示一些功德给你 听经又听不懂 听了也不知道怎么做 又没有意义 不是 听经了解道理 这个是最大的功德 很多人就是不多问 所以就说愚痴无闻凡夫 他不知道解决方法 他总认为 我念观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那么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不是 没办法 即使是释迦摩尼 你看释迦摩尼佑怎么修行的 观音菩萨怎么修行的 地藏菩萨怎么修行的 地藏菩萨难道是念 难道是念那个佛成为地藏菩萨的吗 观音菩萨只是念那个佛成为观音菩萨的吗 你看那个人眼睛讲观音菩萨说 他过去 他过去 在观世音 有一尊佛叫观世音 他在观世音成佛的时候发菩提心 那个观世音佛教他 从闻思修入三谋地 所以有耳根源通吗 那耳根源通其实就是 你观这个其实也是一样是缘起的啦 然后观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这都路流往锁嘛 他还是修行来的啊 他对这个境界不起反应 不起不好的反应嘛 这个十二路 比如说从声音来讲 其实眼耳鼻子的声音都是啦 路 内路 外路 就是六路处嘛 然后境界进来 境界一来 那么你不直取他 然后 不会被这个境界牵着走嘛 金刚经叫做不住色身相会处嘛 他一样嘛 他就是观音菩萨的修行嘛 路流往锁嘛 就是二十一有说的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嘛 那他也是一样嘛 那你为什么会动 直取的嘛 爱取有嘛 一样是缘起的啊 你以为观音菩萨不修缘起能够成就 也没有 他一样是观缘起 这些声音 这些境界 怎么样跟心相应 我怎么样让他跟心不相应 就是我不会直取他 所以你看这个耳根源通 一样 一样是通到哪里 通到缘起 一切法无自信的嘛 那 如果你不要认为 你觉得观音菩萨要这样修才成就 我不用 我那观音菩萨就可以成就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他一样要这样才离苦 多闻圣地子 与苦 你看 与苦 与苦 如实之 苦疾如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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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疾到疾如实之 这个就是苦疾 苦疾滅到 苦疾滅到 那么都是建立在苦上面 苦疾苦灭苦灭到疾 都是建立在苦上面 他这里就在讲 跟前面的四十四字是一样的 因而苦如实之 他前面讲老死 只是前面那个经 三五六经四十种字 讲老死 那其实老死就是苦 因而苦如实之 我们来看经文都是怎么教的 重点就是如实之 事实是怎么样 我所知道的是不是事实 如其事实 那么我们往往看到的 不是 是假象 幻象 那么我们就被他骗了 他讲 什么是苦 他这里是举例说明 会生苦 老苦 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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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正为爱卑里求不得 那么 略说五蕴赤胜 这里是举七苦 老病死又变到安宁 求不得 道求不得 略说五蕴赤胜 就是有这个五蕴生 略说五受蕴苦 他这里讲的是五受蕴 我们说 琼奈巴托勒都是翻五蕴 五受蕴苦 贤账的都是翻蕴 五蕴 五受蕴 五蕴或五取蕴 五蕴或五受蕴 五蕴或五受蕴 那只是他在讲那个婴 五取蕴有那个取 就是有直取 这个取就是烦恼了 直取 那么你的五蕴是由直取而有 爱取有来的 有 爱取有 爱取有 如果你做人 就是五蕴生 五蕴是由取而来的 烦恼而来的 有直取而来的 所以就是五取蕴 那其实就是五蕴 只是 讲他的因上来说 凡夫都有五取蕴 圣者 有五蕴 但是没有五取蕴 其实是这样 那么从凡夫来讲 五蕴就是五取蕴 那么圣者 圣者的五蕴 圣者的五蕴生 他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 他还是 就是他还没有 释迦摩尼尔还没成佛的时候 还没成佛的时候 他那个运也是五取蕴 他这个生 这个五蕴生 还是由于过去生的直取来的 还是有 他还是有 那你挣了阿罗汉之后 你这个生 你这个生 现在不直取 不直取是未来没有五蕴 但是现在这个五蕴 还是有烦恼 极极有成的 是旧史来讲 他还是五取蕴 但是他不会 不会形成未来的五取蕴 但是方便来说就是 他这个五蕴 他也不直取 这个也是一个果 他是一个果 那他可以方便来讲 阿罗汉没有五取蕴 只有五蕴 那这里讲苦受蕴 其实一样 他强调这个是受 直受 好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那么 如是苦 如时之 如时之 所以 先了解问题是什么 那么苦疾 我们来看 这个是舍利佛对摩洛基斯罗说的 据说舍利佛是摩洛基斯罗的外甥 摩洛基斯罗是舅舅 一般是这么说的 那么什么是苦疾 当来有爱 这上次我们讲过 基本上讲三种爱 苦疾灭到的疾 重点在讲爱 重点在讲爱 那 或是讲爱跟业 业跟爱 那如果 如果 基本上来说 那么 这个疾是因为有这个生 业 爱 无名 那经典常常说 无名跟贪爱 那 世帝里面主要讲 世帝主要在讲 这个疾 放在爱跟业 阿含洛基斯讲爱 到不派 把业放进去 就爱跟业 那 当然有爱 这个就是后有爱 喜滩俱行 这个上次我们有说过 喜滩俱 或是喜滩俱行 喜滩俱 比比吉佐 他又叫做比比喜乐 对禁戒 已经得到的禁戒 将得到的禁戒 还没得到的禁戒 产生滥足 希望 比比吉佐 其实他就是把吉 这个吉 放在爱上面 放在爱上面 这个是世帝里面 主要是以爱 为他的因 为他的因 那我们详细来说 其实就是无名跟爱 无名为父 贪爱 为母 那么 如是指 苦疾如是之 就是说 这个是经典的说法 那 如果我们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一样是依着这个准则 他一定不离开爱群 不管你怎么痛苦 我们就说在意 非常在意 执着 别人家的孩子不读书 你会不会很生气 你不会很生气 别人家的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呢 那别人家的孩子生病的人 会不会担心 小担心 但不会担心很久 看你跟他的因缘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 你就很担心 在意 执取 一定跟你的我爱有关系 绝对不会没有 你再从这个我爱到现在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样执取 再往前推 那我在执取些什么 我应该这么执取吗 我应该这么在意吗 那我这样在意的后果是什么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我不再对他这么在意 让我不再对这件事情这么在意 真的你好好想 你每次你都这样想 习惯了 你渐渐渐渐渐渐渐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面对境界 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会非常冷静地看待这一切 而且你总会找到原因 你会找到问题的真解 养成习惯了 一样苦疾 苦灭 苦灭 苦灭如石枝 就是把这个断掉了 因为原因是这个 所以你要把这个断掉 你就不会怎么样 苦是由这个来的 把这个因断掉 你就不苦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对于这个断拙 对于这些的断拙 这些爱 其实这个就是爱 对于这个断拙 无与断 无与断就是断到就近 有些没有断就近 他还会斩草不出 跟春风吹又生 那么这个就是苦灭 那么苦灭到今 其实就是八正道 苦疾灭到的道 基本上都是指八正道 八正道 八正道 这个是杂昂三世世君讲的 好 那 这个跟缘起是什么关系 好 你看 如石枝 你看 他现在看起来讲的是世帝 其实是缘起 你看 他说 后面 如石之苦 疾 如石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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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石之苦疾 如石之苦灭 如石之苦灭到疾 那么 得此正法 勿此正法 然后 一样 后面就是什么 生 苦是这样 生 有 取 爱 受 处 六路 一样 都是如石之 一样 前面就后面讲了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是 四十四字的 一样的 同样差不多 类似的说明 还有一个 四地就是缘起 四地就是缘起 我们再来讲 这个是 如果我们回去有 有时间 就把那个经拿来看 你们就会更详细 我们就不写这么多 只写大概 另外 建四地就是 建元起 建四地就是建元起 这个是中阿罕 这个不是杂阿罕 是中阿罕 相机欲经 那这个也是舍利佛 他翻译就是舍离子 其实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跟比丘讲 他说 无量善法 彼切法皆是四圣地所舍 不管是有违法 无违法 有漏法 无漏法 都在四圣地里面 他说 彼切法皆是四圣地所舍 来入四圣地中 佛陀分一切法 基本上 佛陀分一切法 我们说过 原来一切法 就是 我们六路六处 十二处就是一切法 十二处就是一切法 就是我们面对的一切境界 佛陀分一切法 在阿罕经里面分一切法 基本上做三大分类 这个在布派里面 也有这样分 只是分得多一点 就是有肉 无肉 有为无为 有违法 无违法 就阿罕经里面也有讲 在阿罕经里面也有讲 有违法 无违法 有肉法 无肉法 四肩法出四肩法 基本上大概就这三大分类 有肉 无肉 肉就是烦恼的 有违无为 生灭的 不生灭的 世间跟初世间 比如像苦极灭道 他现在是说一切法都是苦极灭道 苦 这三个是什么 有违的 不是 这个灭是无为的 应该这样讲 苦极 这样写比较 苦极 灭 灭是无为的 灭就是涅槃 这个是无为的 这个都是有违的 这当然是有部的说法 但其他部派不一定 其他部派有可能苦极灭道 都是无为的 或是无肉的 有肉无肉 大家分的不一样 但是一般我们说 一记者论的说法 这个是有违的 一般的说法 苦极灭道 这个是有违 这个是无为 这个是有肉 这个是无肉 所以这个就是有违有肉的 有违有肉的 有违无肉的 这个就是有违 这个也是有违法 有违 有违 但是它无肉的 这个是无为无肉的 但这是对一切法的分 分裂不太一样 那苦啦 急啦 就烦恼心心所啦 反正就一般又分 那么另外一种分法 另外一种分法 基本上 如果以有部来讲 色法 色法 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应 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都是有违法 还有一种是无违法 无违法 就是有违法跟无违法里面 有违分色法 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应 但是这种是每个部派 里面分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有空再讲 那 那 就是 它说 如果无量善法 一切皆是四圣地所设 哪一路四圣地中 是 是 四圣地于一切法最为第一 所以 四圣地其实就包含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指四圣地 这个就是四圣地是 包括一切的法 一切法就是指四圣地 那我们也常常说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法 那么一切法都包含在四圣地里面 所以这里的法的概念就是四圣地 但是它后面说什么呢 它后面说 若见缘起 若见缘起 变见法 就是见了缘起就见四圣地 你只要见了缘起 因为这里的法的概念就是四圣地 若见缘起变见法 前面说一切法都是四圣地所设 来入四圣地中 四圣地于切法最为第一 那后面就讲 若见缘起便见法 若见缘起 若见缘起 求若见四圣地 见四圣地 即见缘起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不要说 那为什么 我们说身文见四圣地 屈之佛见缘起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有一种就是 它可能说错 有一种就是 它的意思可能是这样 譬如說 因為所謂的四地是佛說的 初爪人佛說四地嗎 緣起不是 十二緣起是佛說的 但是持有顧彼有 不用說你必知佛在樹下看這個生命 他就誤導緣起的 他是一種像釋迦佛在菩提樹下 他那個時候沒有人叫他這個法 沒有人跟他講四地緣起 他是見什麼 也是見緣起啊 一樣啊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 生文是佛地址嘛 那佛見了緣起之後 佛見了緣起 生死怎麼來的 把他歸納成四大類 苦疾滅道 然後對生文地址講 所以後來我們就變成說 生文見四地 那佛如果沒有收地址 釋迦佛如果沒有收地址 他也叫做佛之佛 就變成可能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會說 這個 這個生文見四地 那這個 佛之佛見緣起 那其實四地就是緣起 緣起就是四地 那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他不單是佛法上的一個術語 他是引導我們學佛的弟子 怎麼來處理我們身心的問題 我們的事情 我們在生活上 在生命中面臨到的困境 面臨到的問題 你都要依循大原則 苦疾一定有陰 要找那個苦陰 一定要找到正確的方法 一定要用最正確的方法 把痛苦完全滅進 苦陰是什麼 苦陰就是十二陰緣 疾苦陰就是十二陰緣 問題的陰緣要往前推 那個是從生死的角度來看 有十二支 那麼我們一般的問題不一定都是這樣 但一定都是 從十二緣起的角度看 一定都是 你的身心對境界起不當的直取 而這個不當的直取 這個不當的直取 一定都來自於你的我見我愛 那這個就是緣起帶給我們主要的一個道理 那麼講完了 我們這個就講完了 主要在後面講智跟德 那麼智我們現在先大概講一下 就是智跟德 智主要是指智慧 那麼智慧又有分有肉智跟無肉智 那麼這裡當然講的是無肉智 如果依大制度論裡面說 大制度論裡面也有解釋這個信經的喔 大制度論裡面 因為 它是從那個 摩歐波羅佛羅密經的錫香印品出來的 大制度論裡面有解釋摩歐波羅密經嘛 所以他也有解釋這個 他說這個字是指無肉八字 無肉八字 無肉的八字 剛才我們講有肉法無肉啊 字指無肉八字 那麼德 它這個是智論裡面說的 出德虛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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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虛頭環就是出國 是聖者 虛頭環像虛頭環來自佛國 好 那麼這裡有一個問題 我們再幾分鐘就好 先大概講 下次再來細講 這個德的問題 德 在部派裡面 我們說過 部派講一切法有 德也是一法 它有 心不相依刑法裡面 有一個德非德 如果依導師的心經裡面講的 這個是 智是能證的 這個是所證的 那麼如果依 這個 他說出德就是 部派裡面 三事實有 法有的概念 我們說過 一切法 一切法 如果依據者論來講 據者論是歸納的喔 歸納部派的說法的喔 五位七十五法來講 每一法都是實有的喔 有為法 五位法都是實有的喔 那有為法裡面 有一個心不相依 有一個德非德 德非德的概念是什麼 德非德的概念就是說 我本來是凡夫 我現在正德出國 惡果 三果 四果 屁之佛乃至佛 那麼 我為什麼能夠正德這個 我本來沒有為什麼能夠正德 因為他本來就有那個法 有一個德的法 你才能正德 而且有這個虛脫還果的法 你才能正德虛脫還果 那就好像我們剛才講 你為什麼能夠看到這個禁絕院 因為這本來有誰經過都看得到 那你以前怎麼不知道 你都從來沒來過這裡啊 但是本來就存在一樣 他有一個德的法 那麼當然你也可以說 智 智 這個德主要也可以講是 因為你有德就有什麼 有果味嘛 那這個果味也是實有的 那智裡面 部派裡面講這個智講的就多了 那通常 通常 通常分作法智 我們現在先大概講 再一分鐘就好 通常我們先講 先分有肉智跟無肉智 有肉智就是文師修 這個是有肉的 那麼無肉智 無肉智主要分作 那麼所謂的八人八智 法智類智 就是見苦極滅道的智 見玉界苦極滅道 見玉界四聖帝 跟見色無色界四聖帝 見玉界四聖帝的叫做法智 見色無色界的叫做類智 見苦 見極 見滅 見道 那個智它都是實有的 它必須要有那個 你才能夠見到那個 那所以 到你正阿羅漢的時候 有敬至無神至 那這個八字指的是 見苦極滅道的智 因為前面講的是 無苦極滅道 前面講的是無苦極滅道 所以後面的智 指的就是見苦極滅道的這個智 那麼見苦極滅道 它所得的果就是四果 身文是果 或是必知佛 或是佛 那麼 所以無知亦無德 但是 它講的就是 我們說這個是法有的問題 好 因為時間到 我們下一次再來細講 無知亦無德 因為 這個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不曉得它為什麼要這麼講 你只知道 看到很多都是五 你都不曉得五什麼 其實主要是我們說 他之所以這麼說 就是因為要釐清 釐清問題 解決問題 糾正錯誤 有些說法不真實 就是不如實 不究竟 不徹底 不圓滿 他現在要把它說清楚 講究竟 好 那我們現在先講到這個 這個不用查 這個下次我們還要用 後面會做總結 後面會做總結 我們要回向是嗎 是 願於此 願於此功德 願於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佛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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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向佛三位訓 向佛有請三位訓 國一訓 再次訓 三位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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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